過去三年期間 疫情帶給很多人肯定 當然國防山 國防衛一直都努力 希望帶給社會一個民心的安定 所以三年不敢懈怠 一直在朝這個方面努力 6月18日 不只是民眾 我相信我們的信徒們都非常期待 宗教聯合祈福法會 還有園優會 尤其是園優會 大家都非常興奮 準備了許多素食食物來供養民眾 希望大家能夠當天 6月18日也是我們的慶祝 父親節的時候 能夠把全家人帶到多元多佛光箱 來一起參加 我想另外一個 就是大家對我們福光山俱進 新運大師在2月份園集之後 福光山的關心 許多媒體朋友們都對我們未來是如何 但是也請各位安心 因為大師在生前 已經為福光山都做了非常好的安排 所以我們一定會按照大師的設定方向 繼續為大眾服務 也希望大家能夠放心 我們會繼續努力的 謝謝